第29题 有关于化学反应式的叙述下列何者错误 我们知道化学反应式是要表达一个化学反应的发生 所以那是确确实实有发生的 所以它必须要根据实际上发生的反应 而不能够凭空杜撰 所以选项诸是对的 我们在教化学反应的时候 说如何洗的时候我们说过 我们的箭头是代表反应的方向 比如说氢加上氧 产生了水 所以这个箭头表示反应方向 所以我们的C也是对的 那么根据道尔特的原子说 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数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反应的前后左边跟右边 它的原子的数目 它的种类跟数目都必须要相同 所以B选项也是对的 那么A就是错的 因为这个H2是氢的化学式 O2是氧的化学式 可是它必须要写成这样 才叫做化学反应方程式 所以并不是化学式就是方程式 比如说我写一个双氧水 这样子不叫做化学反应式 这只是双氧水的化学式而已 所以第二九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是错误的 我们答案选A 化学反应式即化学式 这个双氧是错的 这个双氧是 rather是错的 所以我 trouve